好那么我们先从这个上一次的这个练习 在练在就是我们上一次在练习吧中 有一个活有一个哦对不起练习 这个是上一次的作业里面 OK上一次的作业里面就是这个练习吧 因为这个其实是跟练习二我有提醒大家注意 在电子书中因为他们用的这个babyness资料库 其中有一个栏位叫做比率 好那电子书里面有一个对于这个变相 这个栏位的解释是就是说是所有的 就是同性别的新生儿的比例 好那我特别在这边 我这个算是留一个伏笔 算就是要大家也有请大家就是尝试看看 如果你这里你都演练过了 你就尝试看看 用这个summerize来去做一下 来去看看他们他的这一句话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OK好那么我在想在这里我可以由此在这边来解答一下 上一上一次我特意就是说没有先就是说只是问问题 只是那个问你们但是没有给一个明明确的解解答的一些地方 首先就是说有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呃在上在那个电子书单元呃就是从上个单元开开始我们看到在这本电子书他有很多地方的韩式 好因为每个韩式都要汇入资料 但是有的地方他是用这个点data 呃我把它 秀清楚一点好就是像是这样子 好就是也就是像是 上一次的 哎哎这边没有 好对这边没有好就是有有时候在电子书里面好像那个下面有一个select叫select的函数 有时候是用这个点data叫做参数 那这个是那这是怎么那为那那就那么比较奇怪的是为什么有时候用有时候又不用好那在这里首先呢我要呃我我我这边我这一段的解解解解是建议同学课后可以再多再看录影再多看几几次首先我们看一下哈现在在这个 那r studio的这个状况我什么都还没有我什么工作都还没有做就是什么什么程式嘛我都还没有去执去执行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在跟在这个r environmental里面的视窗就什么东西也都没有对不对好那r environmental就是在现在这个最新版本的r studio他除了显示 你实际上是你实际上是因为说做什么样的作业然后汇入了什么资料然后就会在那边显示出你现在在这个环境里你可以使用的各种的资料物件之外那同时呢因为在你开启r studio的时候就已经会预先载入了一些 基本的这些基本的套件好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好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好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你们你们点点一下那个environmental的这个它上面有这个global environmental这里看一下就可以这里就是就是 它这个选单下面的就是它预先载入的这些套这一些套件好那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算是成绩然后有没有发发发发发现好因为我r studior markdown里面的这个程式嘛我都还没有执行所以像这个babynance的这个资料资料集它就没有 在这个在这个里面那这一些程式这些套件好它如果里面有一些它都是有韩式或者是叫做那个资料集那这一些呢在r的术语里面它叫做是那个masking的那个function就是并不是 在可以看得到就是可以看到这个global的环境下的环境下的物件好这怎么说我们现在好 因为我这个还没有执行所以我现在先假设因为我们上一次不是有像那个babynance好像我们做了很很多的操作假设我现在就是说想要想要去把那个babynance这个资料集里面 做某些要挑出某些变相栏位好然后执行这个的话好它一定是给这样的error好然后这个的问题其实有两个因为我连tidyverse都还没有载入好所以说连这个select它都目前啊都看不懂好那么我们先载入这个tidyverse 这个套件然后再来看这个global environmental这个选单下面好多了有没有有多了什么东西好因为它是就是上次的介绍就已经介绍它这个tidyverse它是包含了许多非常好用的那个呃韩式package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dplyr 啊跟GG跟绘图的那个ggplot2 呃好那么通常那这个就表示是汇入成功就汇入了哪些套件然后你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下面的清单多了很多就是这个是就是tidyverse 里面的组合的这些package好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我还没有执行这个library babynames所以它都还没有进它都还没有进进来那我们再看一下执行一下这个select好这个这个这个选 选babynames这个变这个变数栏位看看是怎样好这是还是error 但是跟上跟前面的error如果你们看录影你们再来倒带看就是你们会发现到它跟那个呃它现在的这个error的讯息就不一样了它是说呃select的可以但但是它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说它不知道里面的这个babynames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的东西好那这个是 Cela就是这个是不是就表示说它必须要呃我现在就是一就是必就是 should 就是必须要把那个babynames给汇入进来才才有可能成成功吧好我们就来试试试试试看呃 imperfectnames它就是只是一个资料级的package所以它一下子就汇入然后现在也我们开environment 也可以看得到好好然后呃呃 然后我们现在来执行看看select会不会成功 好,那你们看到又失败了,对不对 它这边,而且这个讯息跟上面一样 也就是说虽然说这个library,这个baby name 它已经汇入了 但是这里面的资料集它没有在这个 我们可以,就是说R4就它可以显示的这个 global in my room,mentor里面 所以你要执行这样的一个函式的话 是它没有办法去辨识说是哪一个data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加一个这个点 就是告诉R,这个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这个资料集 它其实是在这种masking 隐藏在台面下的这个package里面 OK,所以我们现在来加了点之后来执行看看 OK 好,有来跑其实这代表说算是有成功的 OK,对,等于看到它就是把里面这个n这个变相给挑出来 那大家也知道它这个,上次有做过作业的同学 都知道这个baby name它的资料 资料是非常的多嘛 好,这里 好,这里的话如果说对于刚刚的解释 演练还有需要一些进一步解释请在聊天室 然后另外其实我是比较建议同学 你们可以就是这个单元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单元里面的讨论区里面做反应 因为这样的话大家都比较可以看得到你的问题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意见的交流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要解答 我这边先把那个baby name先再做个预览 给它预览出来 这个它有,我们都知道像是我们知道这个baby name它有五个栏位 主要现在的问题就是说prop里面的这一个每个名字的这后面这个比率 它是怎么样算出来的 好,那这里的话我就要就是请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嘛 在那个作业五批改完成之后 我会把它附在每一个同学的个人作业的回馈单中 所以你们要那个现在记也可以 这个我不强求 诶,等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 ibnance的 嗯 呃,好,等一下 它,我 诶,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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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